我国愿意和沙地阿拉伯合作 探索新合作领域 特别是再生能源和氢能领域 以共同实现沙地阿拉伯2030年愿景 首相多斯里安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我国欢迎沙地投资者来马 探索高价值项目的潜在投资 首相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后 回国前在利亚德王宫 拜会沙地阿拉伯王储兼首相 萨勒曼 他们讨论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往来 安华表明我国欢迎沙地投资者来我国 探索数码和绿色经济 人工智能 清洁能源 国防 电子电器及航天领域 首相也表明我国已做好准备 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包括举办东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 首相相信这趟行程 已经进一步加深我国和沙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同时开拓各种潜在投资 有助于整个马来西亚人民的繁荣 在这里 整个马来西亚人民的繁荣 一路加密码 加密码 纸和全国 整个马来西亚人民的繁荣 是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的繁荣